一,鼠老师画猫 眼睛要画小,脚爪要画少 小腿要画短,牙齿一个也不画 我们可以睡大觉 二,小蜜蜂 小蜜蜂,你早啊 一大早,你就飞到花园了 你是嗅到花儿的香味儿,才飞来的吗 小蜜蜂,你早啊 妈妈说,蜂蜜是你和朋友采花蜜造出来的 小蜜蜂,那香甜的蜂蜜 是你们采花蜜时流出来的汗水吗 第一篇,鼠老师画猫 这首玩歌讲述的是一个鼠老师画猫的过程 从画猫的眼睛,脚爪,小腿,到牙齿都有讲究 最后,鼠老师还说 我们可以睡大觉 表达了画完猫之后可以放松的意思 第二篇,小蜜蜂 这首儿歌以小蜜蜂为主题 讲述了小蜜蜂早上采集花蜜的情景 歌词中提到小蜜蜂是因为嗅到花的香味才会飞来 他们和朋友们一起采集花蜜制作蜂蜜 这也是小蜜蜂的主要工作 同时,儿歌还点出了小蜜蜂流出来的汗水制作成的蜂蜜是那么香甜 鼠老师画猫这首儿歌交给我们什么 这首儿歌交给我们如何画一只猫 其中包括画小眼睛 少脚爪 短小腿 以及不画牙齿等细节 小蜜蜂飞到花园里干什么 小蜜蜂飞到花园里采花蜜 蜂蜜是怎样来的 蜂蜜是小蜜蜂和他们的朋友们采集花蜜后造出来的 小蜜蜂是怎么找到花园的 小蜜蜂可能是通过嗅到花儿的香味儿 或者是因为花园的位置他们已经熟悉了 所以直接飞到花园了